Hello,大家好,我是Kathryn 謝謝EA讓我們可以搶先玩這次的魔法師這次照片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下裡面的新衣服吧 我覺得這次衣服都非常的好看 大概分成了兩種風格 一個是比較傳統的,比較古典的魔法師衣服 然後再來有比較現代風的 帶領搖滾哥德風情的現代風法師服裝 都非常有特色啊,我覺得都蠻好看的 那我們就馬上一起來看一下吧 我們先從女性開始看 我們用我們的妙麗當作模特兒 我們先來看頭髮,頭髮有些新的 有這個,在預告片裡看到的便子頭短髮 然後一樣有同樣的顏色 這款其實還蠻精緻的 然後還有這個,這個是比較俏麗的 有點那種調皮搖蛋的髮師的髮型嗎 然後這個,這個也是之前有看過的嗎 在預告片裡有出現,這個髮型我超喜歡的 我覺得這髮型好美喔 那它也有同款的,就是不同顏色的 這個髮型之前我們也稍微看到過了嗎 這個顏色超級好玩的 哇,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感覺好像極光 超像那個魔法世界的背景天空顏色 還有什麼顏色,這個也是啊 這個也超像那個魔法世界的星空顏色啊 是怎樣,在那裡住久了 連頭髮顏色都被傳染了嗎 然後還有一些都很可愛的顏色啦 這個顏色好酷喔 我一直感覺啊,這個髮型配這種髮色 一直讓我想到各種食物啊 這個像那個喔,聖誕節那個拐張糖 這個呢,這個像起司通心粉 然後這個呢,棉花糖 這個呢,好我不講了,越講越餓 好,那我們再來看飾品 飾品的話有一個新的耳環 這個是不對稱耳環 一邊是月亮跟星星 然後另外一邊是一個環子 配一個喔 這個怎麼講啊,這是螺旋形嗎 勾狀的耳環 這一組耳環我也超喜歡的 我很喜歡這種不對稱的 比較流行的感覺啊 又是棉色 有不同的配色喔 然後寶石顏色會改變 搭配的金水會變 然後再來有項鍊 可是看不到,我幫我換個衣服 好,這個項鍊是寶石項鍊 就是單顆大寶石 然後還有這個是頸圈 這個頸圈好美 感覺非常的搖滾龐克風格喔 我真的感覺啊 這支照片的衣服其實 有一些超級適合那種龐克樂團的搖滾樂團穿 然後這個是鑰匙項鍊 這個項鍊好漂亮喔 這個項鍊我都在常用 還有那個耳環也是 這個耳環也超美的喔 那我們有三款新的妝容 一個眼線,一個口紅,還有一個臉部彩繪 這個是新的眼線 這個眼線感覺是比較魔法奇幻風格吧 感覺比較不是日常裝扮用的喔 然後還有這個,這個口紅 有個漸層感覺的口紅 這個顏色也是非常的搖滾風喔 這顏色好特別喔 這什麼顏色 漸層藍色漸層到白色嗎 還有一些比較適合日常裝扮的喔 像這個,還有這個 其實這顏色也蠻可以日常穿的喔 這也是 那我們再來開臉部彩繪 上面有些星星,好月亮 這個也蠻可愛的 感覺很像那種萬聖節派對的時候用的東西 我覺得我好像最爽的金色了 金色好美喔 有種把金箔貼在臉上的感覺 好我們用這個 那我們再來看上衣 上衣的話有六款 首先是這個 透視上衣 這個上衣非常好看的 而且是實穿型的 就是一般日常生活 可能學生啊 都可以穿的衣服 並不一定是魔法學生 一般可以穿的感覺 那還有這個是比較 西裝嗎 西裝一套的 配個小的領結 看一下它什麼顏色 黑色 感覺好魔術式風格喔 有那種上台表演的感覺啊 然後還有這一件 這一件我也超喜歡的 它也是透視的喔 也是有點搖滾龐克風 然後 黑色好好看喔 黑色感覺好帥氣 還有白色 我還有調味的耶 調味感覺好時尚喔 很有這種哥德風情耶 這種哥德蘿莉塔風情 然後這一件是比較日常生活的 就是休閒感的衣服啦 所以不是說每件都那麼的浮誇 也有些比較輕鬆的衣服 哼 這個貓咪好好笑喔 然後還有間層的顏色 再來我們有這一件 這件是蕭嶺嗎 一字嶺的一個上衣配個腰帶 這套感覺非常的髮飾風格耶 就是那種住在森林裡面隱居那種髮飾的感覺 看一下 顏色都還蠻好搭的 都是比較實穿型的顏色喔 那最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哇這是什麼 這個是超級英雄裝扮啊 有點黑寡婦風情 還是貓女風情 蝙蝠俠那類的 超酷的耶 看一下 皮衣耶 緊身皮衣 喔它是那個耶 它是那個連身衣耶 body suit 有沒有 直接連下來的 可是我們小人 預設的那個內褲會露出來 這有點尷尬啊 哇這個紅色也太帥了吧 好我們看一下喔 我們再看下半仙有沒有搭配的 可以搭這個啦 這個是 黑色皮褲 還有那個編織的線 這樣一套 可是會感覺它這個褲子好像質感不太一樣耶 不像上衣那麼的 閃亮亮 除非說我們直接這樣 非常的演唱會風情 不是很多歌手辦演唱會的時候都穿這個樣子嗎 對吧 可是內褲露出來也太尷尬了吧 好我們繼續看下半仙 還有這個比較基本款的短裙 這件石穿型的 這個感覺其實還蠻現代風的 然後還有這一件 這件我覺得好可愛喔 非常有魔法式的感覺 它是比較那種傳統的古典的 帶點鄉村風情的魔法式長裙 然後有些不同顏色喔 還有格紋喔 還有條紋耶 這顏色好好看喔 我們再來看最後一件長褲 這一套感覺非常的 很古典的 非常古典的裝扮 還有魔法式的感覺 黑色的喔 紅色呢 好吧 跟這上衣還是不能搭一套 我覺得這個上衣超美的 可是可惜它還沒有搭配下半身呢 如果說也有下半身是一模一樣的材質 就可以搭一套 穿這種超級英雄的裝扮 不是超酷的嗎 要不然這上衣我真的超喜歡的 它質感做得好好喔 可以用這種皮的閃亮亮的感覺 那我們再來看連身服裝 連身服裝超多的喔 不得不說啊 這次紙套片其實它是中型大小紙套片嘛 它是game pack 我覺得它的衣服的數量還有家具的數量都算多耶 然後油外元素也是蠻多的喔 好第一套這個 這個是一個比較龐克風嗎 搖滾風的衣服 也是蠻有演唱會風情啊 看一下要什麼顏色喔 藍色紅色喔 喔這個白色好特別喔 這顏色超酷的 比有一番風情 喔旁邊還有綁帶耶 這個也太好看了吧 細節很豐富 然後下一套 這個是比較學運風的魔法時尚衣 連身套裝 這一套很可愛喔 就是吊帶裙啦 哇還有格紋的耶 這個太猛了吧 超可愛的喔 很有那種動漫裡面的那種 女學生的裝扮的感覺 超可愛的喔 然後下一套是比較輕鬆的一個洋裝 它是一字領的喔 後面呢吊帶 看一下喔 這個也是屬於比較輕鬆的法師風格吧 旁邊還有葉子耶 所以它是那種隱居在森林裡的什麼煉金術室嗎 然後這一套超級有氣勢的魔法師長袍 這套也好美喔 旁邊好刺繡喔 我臨口也有刺繡喔 有全黑的喔 然後紫色 喔白色好酷 紅色 這個紅色感覺可以穿去結婚了 然後是這一套 這一套我超級喜歡的 我覺得它非常實穿 然後也好漂亮 那它版型也不錯 是修身的版型 然後裙子的長度也不是太長 因為我覺得遊戲裡的很多裙子 長度都太長了 看起來也不是那麼修 是仙材啊 那這個長度我覺得剛剛好 好看一下喔 有些比較魔法的配色喔 那有些日常裝扮的喔 這個好好看喔 非常的OL風情喔 還有粉色 我最喜歡這個顏色 這個美國粉色超級美的喔 還有什麼 喔綠色 這個顏色好酷喔 還有白色嗎 白色星星 然後這一套也是非常傳統魔法師的風格的衣服 這是什麼 這是 月亮的一個扣環嗎 還有帽子耶 後面還有樓空 看一下它是什麼顏色喔 都是比較 石川型的顏色 乾燥花的顏色耶 秋冬感覺的喔 然後這一件呢 這一件也是比較基本款的 連身樣裝 有什麼顏色 黑色 粉色 灰色 白的 這純白色其實還蠻時尚的 不同顏色感覺差好多喔 然後最後是這一件 這一件也是非常的魔法師感覺 很有童話故事風格 童話故事的女巫不就穿這個樣子 好 最後我們還有飾品 對 我們還有一些手環啊 然後 襪子 我幫她換一套衣服 可能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先看手環喔 手環首先有這個 這個是一個 綁帶嗎 皮帶配扣環 這手環好個性喔 超好看的喔 真的手環好看 如果現實生活這種慢 我會想買喔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手環 這手環是這一次我最喜歡的飾品 這手環超級漂亮喔 而且它感覺 一直讓我想到那個 復仇者聯盟寺裡面那個 無限寶石那個 手套 我一直想到那個 裡面每顆都是無限寶石 超級酷 要小心喔 不要隨便彈指 然後再來這個 這個是一個 放在上手背的一個手環 這個也很漂亮喔 非常異國風型 可惜它不能同時戴喔 如果說可以同時戴這個 配這個就好了 這樣超美喔 然後兩款新的褲襪 這個是玫瑰 玫瑰刺繡圖案 顏色呢 灰色白色紅色 我們還有一個破損風的網襪 搭配什麼 一個一個洞的一個襪子 這個襪子超級有個性 其實很漂亮喔 非常的龐克搖滾風 紅色好好看喔 這配色超酷的 那最後我們再來看鞋子 這次的鞋子有兩款 都是靴子 第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比較軍裝風格的靴子 比較帥氣的感覺啦 這綠色感覺非常軍裝風情喔 還有粉色 巴比娃粉色 然後旁邊這一款 它也是比較 也是比較軍裝風格 可是它的鞋頭有一個金屬片 看起來比較俐落一點 那我們再來看男生的衣服 還有髮型 我們先來看髮型 首先有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金髮老師的髮型嘛 這髮型我做得非常好看喔 看起來很有質感 還有這一款 這款是比較 馬糞風的髮型嗎 對這個髮型也是非常俐落啊 俐落由頭 我好像比較喜歡這個啊 這個髮型我覺得不錯 那我們再來看上衣 上衣的話男生有八款 第一個是這個喔 哇這個是魚網啊 網狀的上衣 然後上面有扣環編織 也是帶點這種 哥德爾風情啊 哥德爾搖滾龐克風情嗎 非常有個性的衣服 哇這個紋理好酷喔 它是那種 維多利亞的紋理耶 超酷的 還有還有這個是 比較休閒感覺的上衣 這個上衣我超喜歡的 而且這個上衣 感覺就是日常裝扮可以穿的 不一定就是魔法類的 我喜歡這個上衣套 把袖子做下來 好像個手套的感覺 我喜歡那個小細節 顏色都是十搭型 這套衣服真的很末日裝扮 每一個喪失遊戲 他們到後期 裡面角色一定有人穿這樣子 超級末日風情 很好看啊 帥氣的衣服 然後還有這一件 比較魔法式風格的上衣 看一下要什麼顏色 基本款的喔 也有一些比較花俏的顏色 然後這個喔 這個是 破損風的無袖背心嗎 也是比較搖滾風啊 中間是鏤空的耶 它是透視的紗耶 這早發現嗎 是半透明的 好然後這一件 這件是比較輕鬆感覺的上衣 也是帶點破唇風 這一件我也超喜歡的 感覺滿帥氣 也是可以就是現代人穿了 不一定法式才能穿衣服 然後這個 這個是一個基本款的 鞋領上衣嗎 鞋領毛衣 實穿型的喔 然後還有這個喔 這個是比較魔法式感覺的上衣 這件我覺得超帥氣的 而且它的扣子是金屬扣 我還有這個紅色白色 哇這個顏色 這顏色感覺非常的公關風 然後最後我們有這個上衣 這個上衣也是我超喜歡的 這次衣服真的滿多件我都滿喜歡的 我真的感覺好像從 四季自奧片開始吧 他們的衣服越做越好看 因為老實說啊 以前的衣服 他們有一些做得比較 沒那麼跟得上流行 以前的衣服風格比較 就是傳統一點 可是我感覺啊 自從四季自奧片開始 他們衣服越出越好看 越來越跟得上流行啊 這個臉帽貼我覺得超可愛的 超喜歡這一件 看一下 然後它有不同的學院的logo 在林口 對了這次不是有三種學院嗎 每種學院都有它專屬的logo喔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好我們再來看下半身 下半身有兩條褲子 一套是這個喔 腰間有扣環的褲子 這一件也是實穿型 其實感覺帶點魔法風情耶 可是不會說太重 所以其實現代人也可以穿 然後還有這一件 這一件是破紙縫牛仔褲 旁邊還有鎖鏈耶 這褲子真的是非常的搖滾歌手風情喔 對不對 這牛仔褲好好看喔 喔裡面還有不同顏色耶 裡面搭紅色的網襪嗎 哈利波特你穿網襪嗎 那我們再來看飾品 那飾品的話其實男女都通用啦 沒有說一定要誰用什麼 所以說這個手煉跟高女生是一樣的嘛 那同時我們可以讓他帶這個手煉 都可以 它是通用的 那我們再來看鞋子 鞋子的話男性有三雙 一雙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運動鞋 這一雙也是實穿型的喔 這其實還蠻好看的耶 感覺非常的現代風 然後這個 這個是靴子 比較軍裝風格的靴子 還有這個 跟女生同款的軍裝長靴 這個長圈男性穿也蠻好看的 帥氣感覺了 哇 看他穿這樣 衣服要上台表演吉他Solo的感覺 我們再來看連身衣服喔 連身衣服的話男性有四套 第一套是這個喔 這個是我們看到那個喔 金髮的導師穿的那個衣服嘛 一件長大衣 然後配高領毛衣 還有一個項鍊 有不同顏色喔 都是比較實搭型的顏色 這個紅色是最好看的 白色也不錯啦 白色感覺非常的喔 怎麼說很有童話感覺喔 接下來這一件 比較抽籤感覺的連身套裝 感覺非常的舒服 其實有點無印郎品風格 有什麼顏色 黑色咖啡色 都是很大地色系喔 我突然發現 這次的配色非常大地色系 這個呢 喔這個是魔法師風格的連身套裝 臨口還有塞那個嗎 喔不是耶 這是掃的那個 別針耶 有掃的胸針耶 也太有趣了吧 有一些有紋理的 然後最後這一件 這一件也是非常的 法式風情的上衣 有帽子的 跟女生那個像是同一套 對吧 女生也有一套類似的 好吧 那麼衣服就全部看完囉 這次衣服 只有大人的 沒有小孩的 那我覺得啊 這次衣服整體也是蠻好看的 而且非常的多元化耶 有現代風 也有傳統法師風格 所以無論你的人物 你的法師 是住在魔法世界 過著比較傳統的生活 還是他住在都市裡 過著現代人的生活 都可以找到屬於他的裝扮 好吧 你們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一起討論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請幫忙按個讚喔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還有 不要忘記訂閱 以及要訂閱的話 記得開啟鈴鐺 就可以需要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